如果吻西又排名,王凯一定站前列 昨晚,《江富二行》第38集中,王凯坦松玉终于亲上了 而在这段话序中,坦松玉跳到王凯的身上,惊讶到怎么高呀 王凯听到后,已是将坦松玉轻轻放下 稍后的吻西,王凯先是亲吻坦松玉两下做试探,然后狠狠神吻 而且每个角度都非常的好看,简直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啊 现场王凯也是调侃导演,你花招挺多的呀 要知道,这部剧王凯和坦松玉的这场吻西,可是整整掉了观众30多几啊 多少观众都在吐槽他俩为什么还不吻呀 顾挺听,你倒是主动点呀 不过这些,白转脑心的滋味终于在左腕的那一集中得到了释放 而且不得不说,在这一集中,王凯和坦松玉的堂弟也是多到发腻 不得不说,我们的冰冷教员顾难亭终于开枪了,真的好会聊呀 尤其是顾难亭走心告白程香的内幕 因为不知道丞肖喜欢什么花,就买了各式各样的香花送给他 还小心翼的表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都买了 整了太多,你可以告诉我哪些不喜欢,下次不会再犯错误 这种笨拙又可爱的表达阿姨,真的太好课了 话说,怎么会讨女孩子开心,活该不是单身呀 除此之外,还有顾难亭邀请丞肖到坊间里的内幕 真的太搞笑了,有谁表白会选择带心一对象去看潜女友呀 不过当你了解到顾难亭只是为了与过去告别 和程香袒露自己的过去,那个时候我知道她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女孩 所以在程香说出那句,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她的替代品 顾难亭才会脸不解的着急解释 我喜欢你,不是你是谁的替代品,也不是因为你的职业 而是因为你是程香 天哪,这也太撩了吧 哪个女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迷糊呀 更甜的是,坦松玉也喜欢王开 当程香在得知自己的心意之后,发微信给顾难听 说要见她,李克马上 这种对爱情的回应也太值求了吧 而且两人双相奔赴在街上拥吻,亲得难受难分 画面简直酥到不行 我们柯的CP终于走到一起了 普天途径,喜大普奔 其实关于向福尔行中,王开和坦松玉CP感能够这么吸引大家 小编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魔鬼机长与外放女飞 针尖对卖忙还喜愿驾驶的CP 可以说是影视剧以及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CP模式 男女主在出狱时通常都是经由一些误会 或者偏见而对对方针锋相对,冲突不断 然后又在点点滴滴的相处中,呼声倾诉,形成默契 最后定情成为献煞旁人的有情人 相反情中,坦松玉所饰演的飞行员程骁与王开 所饰演的固难题无疑就是这样经典的CP搭档 王开饰演的机长顾难题 是一个日常里对待自己和他人都非常严苛 不够言笑的魔鬼飞行员 顾难题始终把飞行安全放在第一位 比如陆航的雨刮器出了故障 顾难题会坚持修好雨刮器之后再起飞 在航班因为旅客冲突延误又遭遇大雾天气 顾难题仍然会坚持安全守则 顾难题认真演技 言议律己的态度是对工作与整个安全的负责 但对同事而言就是不惊人情,不懂变通 他坚守内心准则,并不能为他换来太多的尊重 反而成为同事眼中的魔鬼飞行员 在最新的剧情中,在例行抽查中 因为同事的着装问题而被他登记在册 他被同事认为是打小报告 而还爆发了言语冲突 相比起顾难题的眼科严肃 坦松月所示显的女飞行员 成交的性格则是非常的外放 她飞行技术过瘾 但形式不如顾难题沉稳内敛 又不按常理出牌 在最新的剧情中,他以为两两客机险心相撞 而采取了转向避险遭到指引 并且面临问询与调查 两个性人迥然不同的人 在一起共识自然会产生很多矛盾冲突 成交开惯了货机 会在下雨天选择极限降落 而安全定义的顾难题 这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作为成交的教员 他自然会教训成交 相信自己势力的成交也不甘示弱 两人针锋对麦芒的摩擦是必然的 第二,演技是承起CP的基石 即管花旗渊家式的CP模式 看起来有些老套,没有心意 但只要剧情精彩 演员演技,承起角色 那么观众也是能够欣然接受的 无意,王凯与谭松玉就是这样的组合 王凯的扮相高大帅气 神魂内敛 谭松玉的娃娃脸娇小的身材 虽然略显知嫩 但是意外终合了王凯角色的严肃 两个人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前期两人时常冲突不断 但经历了多次磨难招 承消与顾难亭之间便形成了默契 最先剧情里 两人遭遇了一位带孩子的孔飞母亲 小孩子想要进入驾驶室 被顾难亭以影响安全拒绝 而承消表示不能进去 但可以看一眼 这后两人写纸条鼓励孔飞母亲 消除对方的恐惧 魔鬼飞行员顾难亭更将自己的飞行帽 戴在了小男孩的头上 配合着一起拍着 可见在无形之中 顾难亭被承消感染 承消的温暖与善良也让他有所触动 而喜爱喝可乐的承消 也因为顾难亭而转变了口味 爱情的开始 往往是动心情念间一瞬间的事 而茶酒的陪伴是任务系武神的孕染 CP感从来不是简单的外形上的男才女貌 而是逆来窝网中情感流转 坦松与王凯两个人很好的 把承消与顾难亭之间 从对质到心生悸动的情感 把握的克制又到位 承消发现自己喜欢上顾难亭 于是发信息给顾难亭试探对方 这场戏 坦松与把承消的忐忑 懊恼与期待等情绪 都演绎得很到位 王凯则把顾难亭直男的钢铁属性 演绎得嘶嘶入口 承消看到顾难亭与李宇恒在一起时 坦松与把承消 嘲讽顾难亭暗处处的吃飞醋的小心思 表现得太可爱了 相比起工业躺进的可以撒糖 两人之间的相处真实又自然 没有表演很近 比如顾难亭在与母亲通话过程中 顾母夸赞承消 顾难亭眉目一条嘴角呆笑 王凯把顾难亭的自豪与傲娇 以及眼中的爱意表现得太有意思了 尤其是顾母让顾难亭好好对承消 顾难亭一句我会的简直不要太甜 再比如事业不顺 想要亲生的乘客 推散承消 导致承消头部受到撞击 顾难亭不顾危险 冲进去 将承消爆出飞机的画面也太好刻了 顾难亭的紧张担忧 以及柔情等情绪都在王凯的表情 和动作中细腻的表现出来了 还要顾难亭发现承消 就是自家的租客 帮承消修理电路时 承消直求的询问顾难亭 你觉得我怎么样是 王凯脸红到了脖子上 手微微颤抖 紧张到说不上话 王凯演出了在喜欢人面前的紧张感 当然这部剧的专业和演技 也让向福儿行看到了职场剧的希望 飞行员体色的电视剧有很多 但是向福儿行 无论是人物服装道具 以及剧中的专业素语操作流程等 都非常真实写见 剧中其他演员的表现也都非常精彩 有了精彩的剧情 演员扎实的演技 幕后团队的精良之作 向福儿行 想不火都难 演员扎实的演员扎实 作词 中文字幕 mainly